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继续的回顾一下 这些丑套股 再过去一个星期的走势 所以在星期五的时候呢 丑套股就是轻轻的 比之前呢,一直红 就是星期五是轻轻 全部轻轻 如果你有注意的话呢 在这个KLCI呢 这些蓝筹股呢 也就是银行股呢 大多数是红色的 红红的,下跌的 手套股呢,反而是轻轻 嗯 个人认为 应该是因为是财政预送案的影响 所以我们也知道了 财政预送案有这个 足根麻木 33% 还有这个Stamp Duty 0.1%到0.15% 这两大因素 对投资是最大影响的 嗯 我在之前上个视频 我就讲说,会不会 卖空的机构呢 要补偿 要平偿 因为他们不打算在 明年呢,给0.15%这个 应发税 所以他趁呢,就在实行之前呢 就把它平偿 他就省回很多税 这个我不知道,这是我猜罢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 就该麻木 之前就一直讲这个暴力税 手套股的暴力税 大家都已经有点麻木了 反而呢,他的股价 就稍微上涨 但是银行股呢 之前是没有人想到的 有这个东西 所以呢,就知道的人 一早知道的人 就 卖出去了,卖掉了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上一两个星期的时候 Mailbank有一个大股东 也是要套现啊 套现一一朵 这些人呢,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这些消息呢,所以趁早就卖出去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 Anyway 我觉得这个 肯定是有一些 知道内幕的人 他已经是趁早就去操作了 Ok 所以手套股跟银行股 为什么星期五的时候 这么大的 这个低分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唯一可以想到的就是说 他们是不是趁机会要补偿 RX要补偿了 所以他就补回去 他补回去的话 他就要在市场里面 买票 然后再玩回去给 借票的人 所以他要买的时候 这些肯定也是会上的 银行股 这样利空太多 肯定也会卖啊 因为这个 竹盖麻木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Ok 这样我们就继续跟踪一下 技术的这些 走势 Ok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去操作 下个礼拜啊 明天开始 Toggraph 所以已经讲了很多次 Toggraph 已经在这个区位里面盘整住了 这样我们之前讲的 就是说他盘整住的话 我们就继续的等 等什么呢 就等到他突破这个 这个盘整区 也就是大概是2块8 2块8毛半左右 我们才去考虑 手套股呢 之前讲了很多次 就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一定要突破这个 盘整区 Break out 第二个呢 就是要 MA20 要往上 要往上完的 第三个条件呢 就是股价呢 Close price呢 一定要大 一定要涨上去 这个 MA20上面 这样的 有这三个情形呢 又 是个机会吧 是个机会啊 是个操作的机会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如果你真的是有 要安全的话呢 你就等 HIGHER LOW HIGHER LOW 就是第二支脚 第二支脚 呀 这之前就是 已经讲过的一些 啊 操作 我们要等的 等的 信号 当然 这个只是在 信号方面 如果你要更进一步 的话 你就把你的资金 你的那个什么 放啊 要分开来放 呀 可能这边说 OK 我这边 呃 这边我放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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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有些人讲说 我这个我不要放25 我这边放3 3 这个你自己决定 每个人的风险跟资金呢 都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你就是这样子来分配 然后当然最后的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Cut Loss Point Cut Loss Point 你自己要考虑 大概是7%吧 5到7% 呀 你就要把它卖掉了 不至少你看图表 少 DEC破这些支撑线 你就卖掉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操作不了 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了 就说他这些条件 也没有出现 然后怎么去操作 So Talk Graph 是没有出现的 OK 没有出现了 所以我们就不理了 我们就继续等吧 看下他会不会突破 呀 2.8 到时候看一下怎么样 然后呢 K Plus呢 哎呀 K Plus更加惨 你看到了他已经突破 DEC破这个支撑 这个盘整区 收集本上呢 也是不用看他的 OK 也是不用看他的 Supermax 因为这个美国CPB的问题 他我个人认为呢 才会重新在 据说这个盘整呢 这个盘整区呢 会转移到下面来 呀 这样我们就用新的盘整区 这个小线 现在呢 才在这边转 呀 改次呢 我们就等多一下子 等他这个已经有盘整了 我们再把这个拿掉 移下来 再用这个来看他的这个 新的盘整区 才来做操作 呀 同样的 你看到他的 MA20也是往下太厉害了呀 所以 暂时呢 其实也是不用看他 confort 呀 一样 也是DEPPOR 这个盘整区 这边也是新的 会组成一个新的盘整区 呃 我们看到一个礼拜 如果真的是在这边盘整住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移掉 把它往下拉 弄成一个新的盘整区 再来继续操作 呀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 永远 呃 就说本钱呢 也会继续的往下去呀 啊 就说没有 你没有买在这边 没有买嘛 都没有出现嘛 就没有买到嘛 然后你们如果有跟踪我的视频的话 你应该 你这边买是吗 啊 所以我们就继续去等 等他出现新的这个盘整区之后 再用同样方法去操作 呀 呃 HATA HATA呢 之前我们是讲说 要等他出现这W嘛 W就没有出现了咯 没出现 失败了 现在呢 要等呢 就是等他出现这个三重底 三重底 呃 条件还是一样咯 还是一样 要帐上去这个MA20 突破的顶线 三重底的顶线 啊 就是个机会了 呀 现在没有出现 就继续等咯 OK 呃 COSAN COSAN呢 这个是 比较好看点啊 因为你看他之前这个是假突破 突破了之后 站不稳就再回来 他现在才是维持在 呃 啊 MA20上面啊 当然是在盘整区里面啊 盘整区可能要重新化了 因为这边资金已经有点不一样了 但是这个 继续观察一下 唯一的好处呢 就是说你看他这边这个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个就是HIGHER LOG 啊 就说他这样子 可能呢 就要把它 要已经不是盘整了 可能就把它变成这个 啊 啊 这种心态 呀 这种心态呢 就是说 当他变成HIGHER LOG的时候 就是你的 一个信号 再突破这个 被形成这个HIGHER HIGH的时候 这个 就是你的第二个信号 呀 这个是这样子来操作 现在呢 这样子呢 是看 他会不会形成HIGHER LOG 如果他的形成HIGHER LOG 他就突破这顶线 又说这个HIGHER HIGH的话 就是一个机会了 呀 这样就继续等 呀 DoubleX 又 也是很差 看到吗 也是DEPORT这个盘整线 现在他 他连下面这个盘整区呢 也是还没有出现啊 所以我们就继续等 这个真的 真本是不设计操作吧 啊 所以现在可以看到最漂亮是什么 最漂亮可能我讲的 又是这个Corsair 还有这个HATTA 他要形成的三重底 还有那个TOKELOF这三个呢 是比较像一点 比较才可以有机会一下 其他的 继续等 等他形成我们要的那个形态 这个SIGNER之后 我们才去考虑 考虑啊 这样呢 我就是会继续的在这个视频 这个Channel里面 继续的去追踪 每天呢 去追踪一下 然后每个礼拜呢 去回顾一下 什么去操作 呀 OK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帮我去Share and Like 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看法 并不构成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